大家好,2021新丑年肯定是叫人难忘的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农历新年遇上行管令,真是大厦风景 往年闹轰轰的三省文化村,今年也不能开放 计划赶不上变化,花费不少心思的布置和增设的景点都白费了 还好,阿巴谷有幸受邀前往进行独家拍摄 再放上网与大家共赏,就像亲历其境一样 现在就跟阿巴谷一同上网,到三省文化村逛一逛吧 一年之际在渔春,首先跟阿巴谷穿过春门迎接牛年去 2020实属不易,2021就得牛转乾坤,让牛气冲天冲散疫情 这是牛年的第一桶金,满地元宝任你捡,牛牛大吉好兆头啊 接着走入三省光明隧道,点上288盏祈福灯 祈愿疫情早日消除,人平安 生肖六合图里,找出哪个和你生肖配对的贵人吧 十二生肖户顶,寓意四面八方,都有贵人顶 黄金宝马,送来整车元宝,象征大富大贵,一事无忧 咦,这是龙凤店吗 可惜凤姐今天不卖酒 还是找个地方喝茶聊天算了 诚心参拜,愿佛陀保佑大家吉祥安康 找包今天申冤,对不起包大人告假还乡过年去了 骑青牛的老子别来无恙 画陀馆馆,平安景也依旧在 只是今年的美食街,没有美食直游街 回顾去年的欢乐气氛,真是情何以堪呐 脚踩风火轮的哪吒三太子,好不威风 桃花朵朵盛开,但人面已不知何处去 花脚也孤零零的,显得特别冷清 对比去年的热闹场面,简直就是天怨之别啊 面对世纪瘟疫的肆虐,人人自危 谁也不晓得,几时才能恢复常态 活住在新年方编炮 其实除了是窃感年收之外 我们也学习120年前 狐林的医生在哈尔滨水域大流行的时候 就以编炮的硫磺来杀菌 为四周的黄菌 杀掉我们四周的细菌 你据当时的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